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首先第一套想跟大家分享呢 是我最近的传达里面汤圆最喜欢的一套 因为不得不说啊 下衣失踪 它红了那么多年 也不是没有道理的 因为它就是天然的美感嘛 可以凸显我们女性的一个腿部的线条 就简直是直男绝杀 反正我每次这样来穿 就汤圆都特别的开心 给它一个甜品吃一吃的感觉 而且我用过细靴来搭配 我们露出的那个腿部的肉也不多 其实在秋天穿也不冷 那这套里面我其实最喜欢的 其实这一件衬衫是来自 我很喜欢的一个品牌 Made of Senses嘛 之前也跟大家分享过 我觉得这个牌子就属于那种 质感特别好的 然后价格也不算太高 我觉得性价比很高 就比如说像我的这件衬衫 它上面的这个钮扣上 都是印有他们自己的logo的 就说明是用了新的 那这件衬衫最有特色的部分 其实在于它的这个腰线嘛 就它设计的前方有两个皱褶 所以它是有点收腰的那种设计 就非常适合像我这种原身的人来穿 而且它的这个腰线也特别高 像我们平时在单穿的时候 就能够直接的帮助我们明确腰线 可以让我们的整个比例更好 而且我发现像这种皱褶收腰的衬衫 有一个非常非常大的好处 就是在于如果你有小肚子的话 你就可以不用担心 要把那个衬衫扎进去 要去明确腰线 但它一旦扎进去了之后 你那个肚子那边小肚子就会露出来嘛 但像这种衬衫 你单穿的时候 你就可以不用把它扎进裤子里 然后它也有腰线 还能够帮助你遮挡小肚子 而且这件衬衫的颜色 还是我非常喜欢的鹅黄色 就它的面料质地 是属于那种有轻微皱褶 然后你在摸起来的时候 你能够感觉得出来 它的这个棉质上面 有一丢丢的小毛毛那种 但你肉眼是看不出来的 像这种质地呢 就是很朴实自然的一种质地 反倒穿在身上的时候 就显得比较高级 而且像这件衬衫 你在外面再去叠搭外套的时候 把它的这个领子翻出来 也非常的好看 那在外面呢 我就搭配的是 我最近新入手的 这一件Normal Carmody的 一件垫肩的西装 而且它的这个垫肩 西装材质比较软 所以就不会有那种 特别硬挺的感觉 就穿上不会特别的夸张 但是又能够帮助我 去平衡我的一个头肩比 可以把肩膀稍微拉宽一点 而且像它的这种软垫肩 我翻出来给大家看 就它里面其实是这种 一个棉片 是属于这种软软的垫肩嘛 它在穿着的过程当中 也不会显得我们的脖子短 那因为这套的穿搭上面 没有什么点缀 但是我又希望这套穿搭 稍微有酷感一点 稍微有那么一丢丢的 侵略性进来 所以我就还是选择了 Selima Carney的这一款包 就它上面的链条的存在感 特别的强 而且就会有那种 摇滚的金属感进去嘛 就这一套穿搭 就会更加的酷一点 没有那么那么的 往那种女性的性感上面去靠 就是比较性感 有个性的一个女孩子 这样的风格 但是像这一类 下衣失踪 然后比较凸显 我们腿部线条的穿搭 我还是想跟大家提一个建议 就是我每一次 在进行这个穿搭的时候 我一定会注意的 就是千万要注意 自己的一个头脚比 因为像这一类穿搭呢 它整个量感 都是存在于 你的上半身这里的 你都是想要 比较oversize一点 才能够凸显你的腿细嘛 那这个时候 如果你一旦选择的鞋子的量感 太轻的话 那就会导致你的头重脚轻 然后反而显得 自己人比较矮 所以我这边选择的呢 就是NW Mr.的那双过膝靴 然后它整个鞋面宽度 是足够的 所以你平时在选择的时候 无论你是选过膝靴呀 或者说是选 就低帮一点的鞋子 你都要注意 它那个鞋面宽度 尽可能的选稍微宽一点的 可以跟你上半身的oversize 平衡的单品就好了 那接下来第二套穿搭呢 就主要是想来跟大家提供一个 搭配公文感单品的思路 如果你平时像我一样 就是在穿这种公文感单品 然后像这种西装 然后你穿上去的时候 比较容易死板的朋友 那可能很大的原因 都是因为你自己的长相呢 长得不够冷峻 可能是偏暖调的 偏甜 然后偏性感妖艳挂一点的话 在穿西装的时候 其实都会容易显得 有点像老干部 有点吐气的感觉 那在今天我就想跟大家 提供另外一个思路 就是我平时在搭配 西装的时候的一个思路 可以利用一些休闲的单品 来进行一个中和 比如我今天搭的这一套呢 就是利用里面 这件翻领的毛衣 它本来就带有运动感嘛 然后再加上棒球帽和半鞋 然后这几种搭配 都是偏运动休闲挂的 就可以中和掉 这种公文感单品 带来的一种死板 那这套里面 我其实最喜欢的 就是这件拉链毛衣 反正每次看到这种拉链毛衣 我就是走都走不动到 因为它实在太适合我了 然后我私底下 也经常都在穿 就算我没有化妆 然后像这种衣服 穿着也很休闲 舒服 自在嘛 然后再加上它的 这个拉链的设计 就是会很自然的 可以让我看上去更好看 所以说像我的这种脸型 就如果说你不看 我的身上的话 但我把这遮住 你们有没有觉得 一下子我还就可能 胖了个五斤到十斤的样子 但如果一旦露出身上 看到我的骨架骨骼 你就会觉得 这个人好像是挺瘦的 所以其实针对 像我们的这种脸型 不吃香的点就在这里 那你就要去把自己 瘦的地方露出来嘛 然后在秋冬天的话 我就非常喜欢去选择 像V0啊 或者说这种拉链的毛衣 那拉链毛衣 有个很大的优势 就是你觉得冷的时候 你可以把它拉上来 然后稍微热一点 你就可以把它 给拉下去一点嘛 你就可以变成一个V0 可以露出你自己的骨骼 而且像这种拉链的大翻领 我在进入冬天的时候 再冷一点 我也可以在里面 再去进行叠达 比如说去搭配一些高领的毛衣啊 然后都会非常的好看 它的搭配可塑性是非常强的 那这件毛衣 它的质地是70%的 美丽奴羊毛和30%的棉 所以它就保暖 但是又不显胖 因为它里面加入了30%的棉嘛 就保证了它的这个毛衣的 你看它的整个平滑程度 就会比较像 那种卫衣的那种平滑的质地 没有那种毛绒绒的膨胀感 就不会显胖 而且也保证了休闲度 再加上这件毛衣 焦糖色 就有点像枫叶的那种颜色吧 就是在秋冬天的时候 也非常的亮眼 你看穿上的时候 也会显得整个妆容很亮 整个脸一下就提亮起来了 那这条穿搭 我下面其实搭配的 就是这条 我非常想推荐给你们的羊毛西装裤 而且它是9分的 我觉得小个子也完全可以穿 而且再加上它的这个裤子 也是高腰的设计 我觉得像这个版型 就是属于你衣橱里面 必备的那种款式 你无论怎么搭配 它都是可以去修饰你的身形的 让你看上去很好看 可能它的风格感不会太强 但它的优势就是在于 它非常的百搭 可以跟你衣橱里面的 各种各样的单品 可以去进行搭配 而且这条裤子 我最喜欢的 其实它的颜色 是我今年的秋冬天 就肯定会狂穿的 一个巧克力色 而且这条裤子 它在腰带这边 还给你设计了 一个五金搭扣的腰带 那这个腰带 其实可以拆卸下来的 因为我觉得 它的这个五金搭扣 这边是偏复古份的嘛 就有那种Gucci的一个感觉 但我因为今天的穿搭 我是西装 然后想要让它 跟休闲的单品搭配在一起 那我就觉得 不是很适合搭配这个腰带 我就把它取下来 并且搭配的 我的这个 另外一个 这个焦糖色的皮带 是来自Isabelle Mahone的 我也就有用了 个两年多的时间吧 就可以跟我各种各样的 棕色系 然后焦糖色系的单品 搭配在一起都非常的好看 然后放上去之后 也可以在腰间 做一个颜色的点亮 可以显得比例更好一点 而且这条裤子 我收到之后 我发现它还意外的 跟我去年 就跟大家分享过 那件Low Classic的西装嘛 颜色正好对上了 那这件西装 我还是跟大家提一下 就它是我去年买的 那件Low Classic嘛 其实它的这个版型 是我最最推荐的 Low Classic他们家的一个西装 因为这个牌子的西装 我也有大概四件左右了 那这个版型呢 就是我觉得里面最经典 最百搭 并且最有辨识度的 而且这件西装 其实它的优势 就在于 它的整个材质的软硬程度 是很适中的 你穿上的时候 是不会显胖的 再加上它的版型 又相对oversize一点 你看在里面 再去叠加这种毛衣 它也丝毫不会变形 就非常非常的百搭 我有在去年的冬天 最冷最冷的时候 都把它作为是里面的 第二层的那个外套 就外面还可以再套大衣那种 因为它的面料比较软嘛 所以你再套大衣 它也不会把大衣称的变形 颜色真的很好看 会比你想象中的 要百搭很多 我去年有尝试 把它搭配过酒红色 然后搭配那种金黄色的 那种亮色系搭配 都很好看 然后接下来的第三套 是不是立马活泼了不少 我自己还挺喜欢这一套的 就感觉非常适合 我们秋天出去玩 然后郊游和朋友 约着逛街的一套 然后我这一套搭配呢 主要围绕的就是 我最近入手的这一件毛衣 是我自己很喜欢的 一个小众的日本品牌 叫Perverse 然后我身上的这一件呢 就是我当时发现 这个品牌之后 我最最喜欢的一件 然后我就直接入手了 其实这件毛衣 你就可以直接把它 简单的看作是比较像 就里面的这一层 米色的毛衣 它就是一个宽松的 然后oversize一点的 微领毛衣的版型 但是它在这外层 再叠加了一个 橙色的勾花这一层 我骨头响了 有露进去吗 感觉该动一动了 你看它这个勾花 是不是就很有 8090的那种复古的感觉 就我记得以前小的时候吧 就家里面都会买那种布 然后把它给搭在 那个电视机上面 以免那些电器会铺灰尘 然后像那种勾花呢 很多都是老人家自己勾的 我就觉得非常有那种 复古手工感 然后带有一定的温暖的感觉 因为它最外层的这个勾花 它做的没有完全的 跟那里就同样的长度 所以这里呢 就有个假两件的效果 并且里面的这一层呢 可以作为是一个烘托嘛 把这个勾花的这个线条 给露出来 而且下摆这边 你看它也是没有重合的 都有一种夹两件的 然后更加具有层次感的一个效果 那像这种设计呢 其实也会更加显瘦 因为我在 我记得前年吧 就两年前 我在跟大家分享 这种秋冬季节的穿搭 然后讲到这种 oversize的毛衣的时候 就跟大家聊过的 我们在下摆这边 一定要做一个层次感 才不会显胖 因为像这种毛衣 然后又oversize的话 它套在我们身上 本身就很容易显胖了 尤其你是原生 但这个时候 一旦你里面有一个内层的单品 然后叠搭 只需要露出一小节出来的话 都要比你单穿它 看上去瘦很多 所以等同于这个毛衣 就直接把这个层次感 也给你做出来了 反正我觉得 如果你比较喜欢 那种设计比较独特 然后有个性 但你又在风格上面 你希望它既温暖又接头 没有那么硬朗的话 我是非常推荐 大家可以去这个 Perverse这个牌子 去看一看的 我真的非常非常喜欢 这个牌子的设计 然后这件毛衣 我在搭配的时候呢 里面还搭配了一件白色的抹胸 因为我想要利用它后背 这边有点绊绊的 透明的效果 可以再用白色 把这一身的那个亮度 提亮一点 然后这套的下装 我就搭配的是 Mizzo Margiela的这一条裤子 因为我觉得它的这个 内里外翻 然后拼接的这个效果 就是非常有接头的一个感觉 就是可以跟这件毛衣里面 我觉得它本身带有的 一丝丝的叛逆的风格 给把它拉起来 所以其实这件毛衣 我觉得可塑性是非常强的 就如果你想要走 那个温暖份儿 把它的这个勾花 给烘多出来的话 你可以去搭配一些 具有女性感的 然后稍微温暖一点的单品 那你这一身穿搭的 整体风格 就会更往复古温暖上靠一点 但如果你想要像我一样 走偏街头一些的风格的话 就可以去搭配 这种街头一些的单品 然后整身穿搭 就会跟这家街头 消杂 然后活力一点 不知道这套合你心意吗 就如果你觉得 我难得活泼的这一套 你觉得还不错的话 可以在弹幕里面打个一 就让我知道一下 因为我平时穿的衣服的话 还是偏酷感比较多一点 像这种比较活泼一点 然后街头的风格 就是我最近想要新尝试的 那接下来的这一套 我在搭配的时候 主要围绕的就是 我最近入手的这一件短外套 然后首先第一点呢 就是这种短外套 因为它相对合身 所以它穿在身上的时候 就是要比oversize的那种外套 看上去要精神很多 因为它比较贴身嘛 然后肩膀这边线条 就是你看立挺的 就不是会像那样垮下来 虽然垮下来 把它有一种慵懒的气质 但如果你今天想要走的感觉是 气是往上提起来的 人更精神一些的话 其实还是这种单品 最能够有那种风格 而且我不知道 你们会不会有同样的感觉啊 就是我平时在穿这种 精神的单品的时候 我人也会看上去精气神更好 然后整个人体态 也会不自觉的 就是比如说 就把肩膀挺起来呀 背挺起来那种 虽然它是高腰的款式 但它不算特别的短 就没有短到 你知道平时 夏天的很多衣服 是短到这里的嘛 然后它是刚刚好 能够去遮住我的肚脐那边的 所以只要你搭配的那条裤子 是高腰裤 能够把你的肚脐遮住的话 它是可以跟这件衣服 无缝衔接的 那你进入了秋冬天 也不会冷 因为有一些衣服 它太过短 不能跟你的裤子衔接的话 你中间就会露一截 然后你在里面 再去搭一个什么衣服的话 那个内搭在后背那边 也会露出来 其实也挺丑的 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 遇到过这种尴尬的情况 所以如果你要去挑选 短外套的话 能够跟一些高腰的单品 去无缝衔接 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而且再加上 因为这件衣服是拼色的嘛 就它除了更加有个性以外 还有一个很大的优势 就是它下摆这边也是拼色 所以它就会自动的 有一个帮你明确腰线的地方 就会比普通的那种短外套 还要更加的 能够去烘托你的整个比例 就穿上的时候 就非常自然的 就让你的整个线条更好 而且像这种相对合身的短外套 还有一个另外最大的优势 就是它非常适合叠穿 就天气再冷一点的时候 就是叠穿完全无压力 因为它本身就合肩 你再往上再去套东西的时候 就是不会有任何的拘束 我这里可以跟大家举个例子 你看我现在就已经穿好了 你穿上之后呢 你的这件西装 只要是稍微oversize一点的话 它也完全不会让这件西装变形 而且这个时候领子翻穿 也会更明显嘛 可以跟大家讲一讲这个领子 这个领子我觉得也很有意思 你看这个领子 虽然它是一个肩领 但它这边呢 是有微微弧线的 有点像那种娃娃领 结合肩领的感觉 我觉得就非常适合那种 本身长相可能相对柔和 或者说你的性格 本身就比较柔和 但你有想在你的穿搭里面 增加一点点酷感的朋友 去尝试的 因为大家会发现 平时那种很酷 然后很冷峻的单品 它在做领子的时候 会直接做那种肩领 然后是直线条的嘛 但如果这个时候 你的长相 或者说性格上面 不能够与之匹配的话 就会有一种 好像你驾驭不了 这个单品的感觉 那像这种设计呢 就是一个最好的选择 你既可以把这样尖领 然后比较酷感的风格 融进自己的穿搭里面 然后又可以契合 你本人的一个气质 而且因为这件外套 它是拼色的嘛 所以我觉得你在叠穿的时候 还有另外一个优势呢 就是你虽然只叠了两层 但它会有三层的一个效果 会更加丰富一点 那你平时单穿 因为它也是拼色的 所以它本身也有 一个层次感在那里 然后在这套下装部分 我就搭配的 还是这个Mango的皮裤 我考虑的还是想要 在这套穿搭上面更多的去增加一些 亮面的质地 让整个酷感也可以烘托出来 因为像这种短外套嘛 它本身就是属于一个 比较利索酷感的单品 那跟这种酷感的单品 搭配起来的时候 就会更酷一点 就比较适合我自己的一个风格 而且皮质的单品呢 也会看上去更加清亮一些 就没有那么的拖沓 没有那么的沉闷 那这套里面 我搭配的包包呢 就是这款水泥灰的包包 因为我觉得它正好可以 跟我身上的这个灰白色 就它有点偏灰的白色 起到一个烘托的作用 那这款包呢 是来自一个 我很喜欢的包包品牌 叫伊斯 就这个品牌 它出的包包 都是带有那种几何造型感的 并且它的包包 是属于可以去改变造型的 就比如说我的这款包 你看现在是三维的 它可以变成二维 你看看 这样压一下 压一下 它就可以变成一个扁扁的包型了 是不是很有意思 我觉得像这一类的包包设计的话 它整体会更加具有建筑感 我就比较能够去增加单品 与使用者之间的一个互动 就当这个包包在变化的时候 它是会有一个美感在那里的 我不知道大家能不能get到 就一个单品 它完全不能有任何变化 跟一个单品 它可以有变化 是不一样的 这款包包的设计灵感 其实是来自于一个 极简主义的雕塑家 叫Donald Judd 然后我当时去看了一下 它的作品 我就觉得它的作品 都是通过那种 非常简单的一个几何线条 和很直给的一个颜色 比如说红色 蓝色 红荒蓝 然后橙色 而且都是那种饱和度 特别高的颜色 没有加入任何杂色的 提供给了我们 那种非常简化的线条 然后它的最百变的 一个可能性 我刚刚不是提到 这个包包可以折叠吗 我觉得它的这个折叠 除了有意思以外 还有个很大的点 就是关于收纳 因为平时在收纳包包的时候 其实你有很大的空间 都是浪费的 因为包这样立起来的时候 里面是空着的嘛 那就非常浪费空间 但因为它可以折叠 所以当你在收纳的时候 比如说我去年 有一款它们那个三角包 收纳的时候呢 就可以变成薄薄的一片 我就可以直接 铺在我那个柜子最下方 所以其实它就是 非常非常节省空间的 而且你也不用担心 就包包因为长久站立 然后里面又没放东西 它就会变形嘛 那这种包就是 完全不用担心变形 所以我真的是强烈推荐 大家可以去看一看 伊斯他们家的包 他们这一次系列里面 其实还有一个Tote 就是属于那种大包 我觉得非常适合 通勤或者说上学 然后那款大包呢 平时也是可以这样 把它压扁二维收藏的 那接下来的这一套 我主要在搭配的时候 围绕的就是 我现在手里的这一件皮衣 然后是我最新入手的 然后它的整个版型 是属于这种高腰偏 宽松一些的版型 那像这种皮衣设计呢 就属于不挑身高 也不挑身型的 但是呢 因为它上面是有这种 五星装饰的 我觉得这种皮衣呢 就是会有轻微的摇滚感 进来一些 而且这件皮衣 它有一个很大的亮点 就在于它的里衬 是属于格纹的 就这个里衬 它翻出来的时候 会有一种很意外的惊喜感 而且我平时在穿件皮衣的时候 我很喜欢把它的这个袖子 这样翻出来 你看它翻出来的时候 也可以看到它这个里衬的 然后这个格纹出来 就是会更加有层次感一点 也会更加有趣 而且这样翻出来的时候 也可以露出手外 也会让你看上去更瘦一些 而且Made of Senses 它们家的质感真的很好 就这件皮衣的皮质 也很厚实 摸起来就摸起来很扎实的那种 然后在里面的里衬 你看它也是很平滑的 我收到这件皮衣 都完全没有运过的 就里衬都也不会皱皱巴巴的 而且里面你看 这些走线都是很平滑的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买到过那种 它里面的里衬会有凹凸不平 你看那这件就是非常的平滑 那这套的下妆部分 我就搭配的是新入手的 这一条米色的半裙 像这种浅色的半裙 我也找了很久的 然后这条呢 它也是属于那种宽的压折设计 所以它会更加的有公文感一些 会更加优雅分一点 再加上它前面是有这个腰带设计的 我觉得这个腰带设计有个很好的地方 就是它也会显得你的腰会更细一点 那这条半裙有几个优点 我来讲一下 第一个就是它有给你设计口袋 半裙有设计口袋的 真的很少很少 这个口袋我觉得最好的地方 就是你平时可以插兜 因为我真的是一个 就平时不知道手往哪放的人 我还是比较喜欢插兜的 那这个兜呢 真的就是设计的太过拯救我了 而且这件半裙有一个另外的设计亮点 就是在于它屁股后面的这一个皱褶 就它屁股后面是平滑的 但它这里就是会有一个皱褶嘛 当你穿上的时候 你的屁股会把它顶开 顶开之后呢 就会显得你的臀部特别的翘 就是整个人的曲线会更好 而且这件半裙虽然它是米色的 但它其实里面也有给你设计里称 所以你不用担心会有走光的问题 但是还是跟大家提个醒啊 就是你在搭配这种浅色的单品的时候 尤其是西装面料嘛 它相对平滑 做不到太厚实 所以说你在搭配的时候 内裤都是要去选择 肉色的是最好的 我之前那个内衣里面也跟大家讲过的 就是完全不会透 那在这套里面呢 我其实想跟大家聊一个 我平时在就是进行秋装搭配的时候 一定会注意的一个点 就是一定要在你的上半身和下半身的 露肤度上面进行一个匹配 就比如说我这套在上半身搭配的是高领的内搭嘛 所以我在下半身的时候 我就没有去选择 就是去搭配 比如说皮鞋 然后稍微露一些腿出来那种 如果这个样子的话 别人就会觉得 你上半身好像裹的挺盐 是挺热的 但你下半身又好像又在出球 那其实那条半裙 我还搭配了另外一套 我就选择是抹胸 那在上半身就有一定的露肤度 所以我在鞋子的选择上 就选择了皮鞋 可以露一丢丢的腿 就会更加和谐一点 所以这里就跟大家讲一讲我的一个想法 那接下来想跟大家分享的这一套呢 就是我难得穿的连衣裙的穿搭 然后这是我最近新发现的一条连衣裙 我真的是很少很少卖连衣裙 但是一买的话 就铁定是我真的很喜欢的 然后就是我最近在Mango找到的一条 我觉得是属于那种物超所值型的 那这条连衣裙 它是属于比较长的版型嘛 再加上它有这个腰带 所以你在穿着的过程当中呢 就是可以去明确腰线的 其实这个非常的重要 而且这条连衣裙 它的下摆也是属于偏宽大的类型的 所以你在走动的过程当中 它是很飘逸 很有灵动感的 这也是我平时在选择裙子的时候 我一定会看的部分 我觉得裙子最美妙的部分 就在于它的灵动感 所以它一定要把那个灵动感做出来才行 而且像这条连衣裙的奶茶色 也非常称我们的黄皮嘛 就会称得人更白嫩一点 白细一些 而且整个人的风格也会更加柔和 而且像这种类型的连衣裙 其实在冬天的时候 也可以去进行搭配内裏 还可以去搭配那种内搭 然后高粒内搭去进行一个叠搭 再在外面去套外套都可以 然后在外面呢 我就搭配的是这一件白色的毛毛外套 它是属于这种米白色的 就很温暖的吧 因为我觉得还是想要 在这套里面去顺应一下 那个奶茶色的连衣裙的温柔感 而且这个毛毛外套呢 非常重点的部分 就是它的翻领也比较大 然后比较oversize 但又短款 就是属于那种非常百搭 然后好穿的一个类型 而且这个毛毛外套就还挺暖和的 我觉得穿到初冬都没有任何的问题 可能冬天也能穿 就如果你的所在的冬天 就属于不怎么吹风 然后比较暖和的冬天的话 这个你完全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这套里面其实我选择的包包 是它的精髓 就是我在上一支视频里 就跟大家提过的 这个YSL的 卡伊亚的这款包嘛 因为我觉得我如果 在穿搭上面 完全往那个温柔挂走的话 实在太奇怪了 不是我的个性吧 所以说呢 我觉得在包包上面 我就是想要把它 在柔和跟酷感上面 去进行一个中和 因为我之前其实也有 在YSL他们家的秀场 有看到过同类型的穿搭 就是把YSL的那种酷感 腰关感 与那种相对柔和 飘逸感的单品 去进行搭配 所以我觉得这个包 跟这一身穿搭 在搭配的过程当中 它会有一个酷感 与柔和的碰撞 那接下来最后一套 想和大家分享的呢 就是一套 卫衣的穿搭想法 是我最近 非常非常喜欢的一套了 就是利用这种卫衣 去搭配一个牛仔外套 我相信这两大类的单品 大家都是有的嘛 就它可以搭配出一种 休闲又运动的感觉 而且还有一定的时髦感 我先讲到里面的 这件卫衣啊 然后这件卫衣呢 是我最近新入手的 一件YSL的卫衣 然后它当时最大的 就吸引我的点 就是在于 它这种浅灰色 搭配了草绿色 就是有比较休闲 低调的颜色上面 有一个亮点 去进行点缀嘛 而且这个 Isabelle Mahon 他们家的logo 我觉得现在也是一个 非常经典的logo了 就可以长期的去搭配 也不会觉得腻 然后另外呢 就是它的整个材质 也比较软 你看它垂垂度是很高的 所以像我这种 原身体穿起来 也不会特别的显胖 而且你在去进行 叠穿的时候 也不会因为这个 位仪太厚 而叠穿不了 你看我就可以 直接在外面去搭配 这件牛仔外套 然后这件牛仔外套呢 其实是来自 我之前就跟大家分享过的 一个美国的服装品牌 叫Ritual Fittet 然后它的整个风格 就属于那种 复古Disco的 因为你看它 这件牛仔外套上面 这里就本身是属于 那种很大的点尖嘛 就是很有那种90年代 叫Disco的风格 然后另外呢 就是它这下面 还是做的收腰 再加一点小飞边的 就是有一个女性的 那种收腰马甲的 一个风格 也就是它把 当年复古Disco的那个味 给提炼到 这件衣服上面了 并且这件牛仔外套 有一个很大的亮点 就是它的这个袖子 是可以拆卸的 所以它这边呢 就可以变成一个 马甲来进行穿着 就有点像一个 垫肩马甲这样 所以你在搭配的时候 变化性很强 就像你在初秋的时候 其实单穿也OK 就你直接把手臂露出来 就会显得你的手臂很细 然后再冷一点的话 就在里面搭配一些 宽松的衬衫 或者说像我的这种 卫衣都OK 然后这套的下面呢 我就直接搭配的是一条 那种卫衣质地的裤子 因为我想要顺利 它的这个休闲感下去 其实我也有尝试去 搭配那种牛仔裤 我就会觉得 稍微有点太过死满 然后我在这一套下面呢 我搭配的是这双 Roomba的一个运动鞋 我之前也跟大家聊过嘛 就Roomba它们的设计 会有那种蒸汽波 或者比较带有未来感 就是偏街头一点 跟今天的穿搭 是完全可以搭配在一起的 然后另外一个点呢 就是它整个鞋面宽度 比较宽 量感很重 可以去架得住 我上半身的这种 很大的垫肩 要不然就会显得 你就是有一种 上半身压下去 然后就没有 那么有平衡的感觉 然后最后呢 来跟大家聊一下 我就是一直穿的这件上衣啊 就是我最近入手的 一件Y-Project的毛衣 就Y-Project这牌子 也是我这两年非常喜欢 然后很欣赏的一个牌子 虽然它不是属于那种 衣橱地基 然后偏向于日常像的 单品风格 我把我的衣橱分为两大类吧 一类是很百搭的 衣橱地基类 然后有一类呢 是属于设计 然后可以让我在搭配衣服上面 能够觉得更有新意的一些单品 然后我觉得Y-Project就是这一类 就它的设计都是属于那种 非常前卫 然后有意思的 然后可以把各种各样的元素 然后文化的风格 融合在一起 就比如说这件毛衣 就是我这两年最最喜欢的 就它通过这个大链条 然后后面呢 连接到了后背这里 你可以把它扣住 其实它的这个毛衣 你当时看到 本身的时候是很奇怪的 因为它脖子这边 特别特别的长 你看这里有很多 仿佛像多了一块出来一样 就堆在这里 然后你把它弯过来的时候 这里不是有点像那种 海草的一个线条吗 我觉得非常像 我们中国就看那种仙侠剧 然后有那种仙子下凡 然后旁边有个飘在 飘起来的那种感觉 其实这也是源自于 就Y-Project这两季 它的一个设计灵感 我觉得都是来自于海洋的 就我自己觉得 就是它的整个线条 都有点像海带呀 然后海洋的那种生物 就特别的灵动有意思 再加上我买的这个颜色 是属于深棕色 会更显气色一点 然后显得你自己的皮肤质感更好 然后在下半圆 这个腰部这里也是紧身的 就非常的好看 所以就想推荐给你们 然后好了 这就是我今天想和大家分享的 我的秋季穿搭 我已经预测到 这一期可能就是会 很长很长的一期了 我会尽可能把它剪得 短小精汗一点 但如果我不能够的话 就在这里跟大家 就道歉一下 就是确实我 就想要跟大家表达的东西 会比较多一些 那我们就下视频再见 拜拜 by bwd6 by bwd6 by bwd6 感谢观看